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家 不是真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虎視門道 好 今天這個大盤 它是開高震盪走高 收盤漲80點 那在創這一波反彈以來的新高 那基本上 今天這個大盤過高的意義在哪裡 這個是從盤勢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重點 好 我們先從大盤來談 今天過高 它代表什麼 代表它進入最後一段 那為什麼進入最後一段 我從中長線的角度來跟各位講 那既然進入最後一段 它就是一個複雜的頭部形態 複雜的頭部形態它是蟹型 這個部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 要跟各位談的部分 那既然是蟹型的話 它的空間有限 時間拉長 還是一個區間震盪 還是一個區間震盪 為什麼蟹型是一個區間震盪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談 所以這個大盤的部分 股票我就跟各位講過 股票的機會 絕對比指數的機會還大 好 我們來談大盤的部分 8月20號我跟各位講過 這是一個335破的縮頭縮腳平台整理 當時的低點 來到這裡好像要破這個低點 我跟各位講過這個7663不會破 下個禮拜會收紅 隔天最低來到7737 我跟各位講 既然是335破的縮頭縮腳平台整理 335破的低點就是在這裡 明天開始展開另外一波漲勢 對不對 這個大盤真正的漲勢 就是從7737 7737 展開另外一波漲勢 好 我們的標題還會再放到今天 沒有跟你拿下來過 就表示什麼 表示行情還沒有結束 只是它在做法上比較複雜 對不對 好 同一段時間 同一段時間的8月30號收月線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 我說過這個是一個長線的空投格局 它不是多投 它是空投 那當時還沒過8439 我跟各位講過 還會過8439 這是去年的8月30號 這個是走勢規劃圖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空投的反彈 因為它還欠一讓 所以一定還會過這個高點 過當時的高點8439 好 過高之後走延伸 到過年前那一段時間 過年那個風關那個月收紅 我跟各位講過 叫進入什麼 進入這一段 進入這一段 對不對 對不對 從周線的角度 我也跟各位講過 周線的角度 我也跟各位講過 我說這個周跳空一定回補 它進入什麼 還在這一段 五支四波 在這裡 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開完紅盤當天 我跟各位講過 我說這個是第一檔 以長量就是主力進場 一定還有一波彈升 對不對 我說過這個跳空缺口 一定會回補 因為主力進場去承接 對不對 好 所以 當時我也跟各位講過 這個是在周缺口 一定回補 我也跟各位講過 基本上下來再上去會比較好 不是說不能過高 那今天過高 過包的意義在哪裡 過高表示什麼 表示進入這一段 表示它進入這一段 那這一段 各位投資朋友 就是進入最後一段 好 那既然進入最後一段 為什麼我告訴各位說 這是一個複雜的頭部型態式線型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部分 這裡 這裡是四 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把鏡頭拉近給你看 這是長線的空頭反彈 西波從這裡開始 一二三四 五之一 五之二 五之三 五之四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跟這裡是重疊的 因為這裡為什麼會跟這裡 你正常來講 我當初畫 畫到這裡再上去 可是它過完年是跌到這個低點 它是跌到這個低點 對不對 那跌到這個基點 我有沒有跟你講說 這個行情結束了沒有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還會再漲 那為什麼還會再漲 因為會產生一式重疊的形態 一般來說 舊波浪的形態 在末段會產生一式重疊 這個叫做蟹型 既然是蟹型的話 它上膽的空間就會有限 時間會拉長 因為蟹型它是一個很複雜的頭部形態 我這樣子講 現在過高 高點不會太多 將來下來還是還會再衝上一次 它那個會比較複雜 那複雜的話時間就會變成拉長 等於說它還是一個震盪的 區間的震盪 只是怎麼樣 它的時間拉長 所以基本上指數空間不多 空間不多 那時間拉長的話 我跟各位講過 這一波的操作中心 就是什麼 就是在股票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既然長線進入最後一段 各位投資朋友 你可以做多的機會 時間不多 不是每一年股票都可以做多 也不是每個月 未來的一小段時間 那個機會一定要去把握 你不要等到行情結束了再來做多 那個會來不及 所以就指數的角度來說 為什麼它還是一個區間震盪 我們講區間震盪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形態 形態 我剛跟各位解釋過了 這E4不會重疊 E4一重疊的時候 其實下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一定是蟹型 很多投資人打電話 到我們公司問我 或者是在我們公司的網站 我的粉絲頁留言 為什麼E4重疊還會再漲 其實就是形態 一個複雜的頭部型態 蟹型結構 這就是從波浪的角度來跟各位談 好 那既然如此 各位投資朋友 蟹型它是怎麼樣 高過高低不破低 高過高低不破低 將來回檔這個低點也不會跌破 但是它就是怎麼樣 會比較複雜 會比較複雜的蟹型型態 那比較複雜的蟹型型態 指數的空間它就有限 剩下什麼 就時間 我們簡單的說 時間帶來空間 那既然時間帶來空間的話 我剛跟各位講過 行情它結束了嗎 還沒有 但是未來它是一個區間的震盪 所以在這裡 這幾天我跟各位講的 通通都一樣 基本上你先把指數擺到一邊去 因為你要把它馬上反轉 也不會那麼快 對不對 指數在這裡你就需要去做避險組合 那個比較複雜 那個比較複雜 我也不在這裡跟各位談 但是基本上來說 以股票的話 我跟各位講過 這段時間 每天上市上櫃漲停的股票都非常的多 你一定從這裡去找到機會 那你有沒有發現 櫃台指數漲的股票永遠比什麼 都是比上市的海多為什麼 因為結構不一樣 大盤長線是空頭反彈 可是就櫃台指數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又滾量出來了 今天的量又怎麼樣 又創了波段的量 這個是什麼 量能潮不斷的去怎麼樣 去推嘛 這種才是多頭嘛 你看它多頭是見回不回啊 那這種櫃買指數這個量能潮 我跟各位講過嘛 你去比較嘛 每一波的量能潮 每一波的量能潮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真正走多頭的是在這裡 是在櫃台指數 股票也是在櫃台股票裡面 所以你說像這種形態啊 各位同志朋友 它也不會尖頭反短 它也要盤有個頭型出來之後 才會怎麼樣 才會結束 所以股票操作的空間 絕對怎麼樣 絕對比指數的機會還大 好 那我跟各位談過 既然長線它是最後一段 你剩下的時間你要去把握 不是每一年每一天 你都可以操作股票賺錢啦 你等到行情結束啦 你再來做股票 那時候只有套牢的份啊 股票是這樣子啊 股票是什麼錢 股票是時機錢 不是每一年可以做多 今年這個時候 有這樣子的機會 有這樣子的環境 你才有機會做股票賺到錢 不是年年有 不是天天有 不是每個月都有 整個行情結束之後 將來就沒有 不是任何時間點都可以買股票 只能去把握什麼 把握謹慎的時間去操作 好 那我昨天跟各位談過嘛 我們的標題 生計IC設計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昨天我跟各位講 你說大力光1390塊有沒有投資價值 坦白說就長線的角度沒有 反而風險大於什麼 大於利潤 但是不是說在這裡去做工 因為現在那個 有時間空間的問題 所以還不適合做工 但是大力光的效用 它帶動什麼 它帶動漢維科嘛 那同樣的大力光的效用 但都漢維科之後 還會帶動什麼 還會帶動其他的高價股 那這段時間我跟各位講的 沒有什麼時間來得及 來不及的問題 每一檔股票有每一檔股票 不同的時間點 昨天前天上個禮拜 通通都有整理結束 重新再漲的股票 對不對 我相信你每天看我電視的 我也幫你報告下去了 永冠 我有沒有跟你講 這是上禮拜 1589 永冠 上禮拜四是在這裡 2月26號 對不對 我印下來就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這個叫整理結束的訊號 我不是漲上來跟你講 這個上禮拜四我跟各位講 對不對 所以各位螺資朋友 一檔股票 我讓各位看 先讓各位看 很多人強調軟體要獲利操作績效 我講真的 我沒有那個美國時間做 如果你要自己做 你要自己做 什麼樣的軟體能幫你賺錢 我現在不是跟你談軟體而已 我們還有代會員怎麼做 好 你來看 這檔股票是不是永冠 1589的永冠 它真正的波段起漲是在哪時候 去年的7月8號 去年的7月8號 40塊 這一路以來 只有多單解碼的回測支撐 解碼回測支撐 有沒有 有沒有任何的賣出訊號 沒有 解碼完之後 就表示整理回測支撐再漲 回測支撐再漲 到這一天 到這一天進入整理 這一天是1月21 讓你賣在最低91.9好了 各位螺資朋友 有沒有超過一倍 這一天是1月21 對不對 讓你賣在最低都超過一倍 好 賣在最低之後 這個看起來是頭型 可是各位螺資朋友 它在這裡晃 晃一晃之後 到哪時候 上個禮拜四 這一根 這一根怎麼樣 是不是在這裡 上禮拜四這一根 這個是不是2月26號 對不對 2月26號整理結束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它整理結束之後 它開始怎麼樣 開始又怎麼樣 又進入什麼 進入另外一段的漲勢到今天 前破的高點 又快過了 剩下多少 剩下0.5而已 這個都是什麼 不同的時間 它進入整理完 進入整理完之後 你隨時有機會 你隨時有機會 進場去操作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 這個就是什麼 大力光帶動的 高價股的比價效應 高價股的族群 不是只有在墊子 其他生計也有 好啊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這段時間你鎖定什麼 鎖定生計 IC設計 這兩大族群 全力做多 至勤 從去年的8月22號 186塊 我帶會員第一天進場去買氣 對不對 去年的8月20號 告訴各位這個叫底 這個形態完成 未來的主流族群 它進入主身段 從186 漲到多少 漲到前波的高點 287塊 287塊進入整理之後 這一段我跟各位講過 對不對 我做了兩趟 短線的價差 短線的價差 我跟各位講過 這一根已經告訴你 這個是底部已經出來了 這個叫做回撤 對不對 來到這裡是一個 短線的賣點 248塊 這個都是預掛的 248塊 1月6號 最高就是248 這一天最高248 這個都是開盤前掛的 8.57分 開盤前掛的 這個一定都能成家 為什麼這裡下來 它要再進入整理 因為它要反覆的去怎麼樣 去震盪打底 反覆的震盪打底完之後 再下來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這一天 2月份我告訴各位 這個叫底形完成了 還會再漲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又做了一趟價差 248賣的231買回來 231買回來 261 預掛 這個都是開盤前預掛的 2月19號 預掛261賣加碼單 對不對 2月19號在這一天 這個當天最高來到265.5 然後又下來整理 我賣完的時候 我還告訴各位什麼 我還告訴各位 還有還會再上去 對不對 隔天下來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怎麼樣 預計再做兩趟短線價差 再來就是前出 我們會把某個加碼單買回來 好 各位投資朋友 那你看一看 加碼單賣的掛哪裡 我們把鏡頭拉近 這是2月27號 2月27號 上禮拜四 至勤 261賣出的價碼單 預掛241買回來 2月27號在這一天 這一天 掛多少 掛241買回來 最低來到多少 245 有沒有買到 沒有買到 沒有買到 那沒有買到很可惜嗎 沒買到 我沒有買 我把資金拿去買什麼 昨天跟各位講的 這個都有時間買 不是沒時間買 對不對 我們不是看到漲停台去追 我昨天跟你解釋過原因 這一段的拉台 那個是主力點火 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整理結束 那既然是告訴我整理結束 同樣的資金 同樣的高價股 各位投資朋友 我可不可以帶會員 把之前在這裡沒買到的怎麼樣 把這裡沒有買到的部位拿來買這個 可不可以 我相信可以吧 對不對 買完之後 昨天我們跟各位解釋原因 為什麼這檔股票它可以買 第一個 因為它是整理 這一段整理的結束的起漲 對不對 我們告訴各位 這一根量是主力它的進貨 這一根是代表什麼 代表主力脫離成本的拉台 這上面沒有放量 告訴你什麼 告訴我啦 不是告訴你啦 告訴你主力沒有出貨 如果 今天 第二支 漲停板 一樣 這個時間 量能也好 都還沒有結束 所以說 在不同的時間點 會有不同的股票 給你機會進行去做多 但是要把握現在可以做多的機會 所以我跟你說過 你手上有資金要做高價股的 會有一波慢慢的一些高價股 會去做輪動的架構 這個 你要去把握 那是不是錯過高價股之後 低價股就不能做了 不是 這個下個階段我們再來告訴各位 休息一下金要廣告 馬上回來 有 台北灣系列 江南大宅 2805 9898 乾杯大喲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得投顧 頭痛 僅用五分鐘 民生系指線上的最亮點 西科站旁的帝王捷運宅 稀有的超低公射筆 室內空間大 眼見為平 環瑜首席 26423799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鎖定股票去操作 有好幾個模式 第一個 我剛跟各位講過的 你可以參加我會員 我們有高價股俱樂部 第二個 你可以買我的軟體 搭配會員訊息 昨天進場的這一檔股票 你只要是我軟體用戶 搭配會員訊息的 我都有帶 我都有帶 所以這是你的機會 看你要自己做 要看滿軟體 搭配我們的會員訊息 因為股票挑選出來之後 一般人 你像這種技術面的型態 很少人會去了解 我不是告訴各位說 你參加我 我跟你講你買了馬上漲 但是會漲一定有會漲的原因 為什麼去買 有原因這個都是原因 就我來看這個叫原因 對不對 不是告訴你說你來參加 一定要每期漲庭 沒有 但是會漲的我告訴你 會漲的我都事先告訴你 我都有事先告訴你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先鎖定這兩個族群 一個是生計 一個是IC設計 對不對 低價的也有機會 我告訴你 我IC設計 這檔股票我告訴你 有給你看嗎 有沒有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底型完成 底型完成的技術性回測 本波電子主流 最少有35%的獲利空間 這支哪一支 不是沒有資金的低價 就沒機會 你要不要而已 來讓你看一下 我問你 有沒有機會給你買 我有沒有機會給你買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這個是拉回它是底部形態完成的技術性回測 這支哪一支 我沒有買最低啊 但是你進來 你不知道買什麼的 最起碼 有資金我帶你做高價股 沒資金我帶你做低價股 就是這樣子嘛 但是你進來 只要進來的這檔股票 我都有帶他們買嘛 對不對 那今天我沒叫啦 我不會再拉 除非那個第一天起漲 像昨天買的那高價股 第一天起漲 我才會用漲的去追股票 那是主力有點火一定要進場 所以說接下來你鎖定的族群還是什麼 還是在這兩塊嘛 再搭配其他有資金的高價族群嘛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農哥有機會 還沒大棋跟你講喔 不要斷站起來 我又沒跟你講喔 這個都是剛整理結束的起漲 這個也是喔 這個上去一定會創歷史新高 這個穩潭耶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好好把握現在還可以買股票 標的我幫你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沒有 歡迎你跟著我們的行列 實驗關係跟各位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請你到進行上課 陪你到台大註冊 看你從哈佛畢業 一百種父母 只有一種心願 靜心小學旁 李天朵 大臨族 靜心魂匯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顧得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命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顧得投顧 頭痛 僅用五分鐘 鵝牌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使命性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牌氣密窗 2987-1111 最記憶 現在 先用這棘子 五分鐘 名稱 中文傢俱 年度最新款 精緻超質感 打造完美俱 fitting 高格調 常來家具 內湖旗艦館 87-918327 好